记录记录 刊登公报 现在请黄委员一交咨询 寻找时间15分钟 谢谢院会主席 政府院长 主席我想请行政院吴院长来救教 吴院长请对寻 黄委员 我在这边聆听六个委员 不同党籍的跟你对话之后 谈到一些议题 触动到我的一些思考 我想跟你救教 刚才徐书伯 徐委员 谈到说未来的产业机构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产业 能够有未来一个生机 那他也跟部长跟你对话 谈到说他建议 希望因为我们是这个 中国大陆的依赖外销的程度 非常深的一个结构 应该是以十二五 中国大陆现在所接触出来的 未来他们五年所发展 侧重的这个产业 我们应该跟他做一个结合 我们就生产的产业电脑的结构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追逐商机跟市场等等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可能要 方向非常正确 我本人非常赞成你跟徐委员 特别是徐委员去出来这个方向 因为这毕竟是市场之所在 也是这个消费商机之所在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胡伦吞枣 我认为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有选择性 如果说没有前瞻性 还是以这个所谓精密代工啊 还是以这个劳力密集 产业为主 这样来的话 我们将来啊 不知意义何底啊 我记得薄熙来 当商务部长的时候 他曾经在面对欧洲跟美国啊 给他压力等等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不要以为我们中国大陆 有这么多的外汇存底啊 其实我们赚的都是血汗钱 他说啊 中国大陆的这个辛苦的劳工 他做了八亿件的乘衣啊 他的利润啊 才可以买一架A380的空中巴士 八亿件的乘衣啊 这个血汗钱才能买一架 A380的空中巴士 我在这个地方讲的意思是说 无非你跟经济部部长 司部长啊 你们都有责任 要用我们的政府的公传力 我们的政策工具啊 来引导 要选择未来二十年三十年 我认为IPR最有前景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这个 刚才部长讲的 我们将来侧重的 鼓励的是个软实力的 软件方面的东西 很多的看到外国媒体报道 台湾的这个过去过度 以这个所谓电子业周边的产业为主 以精密代工为主的这种产业 过度密集集中的时候 几乎把所有的这个鸡蛋都放在个篮子里面 将来云端产业发展如果成熟之后啊 这些以硬体制造为主的 我们这些电子业的相关产业 将来我看到外电很多的报道 我不想我经常喜欢上网 去看这些外电的报道 很担心台湾 将来是不是会措手不及 我们现在还是在 什么制造业里面为主的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选择那个有IPR的 有这个智慧产产权的 我看包括这个温家宝总理 在美国他就讲啊 他说iPhone 这个公司啊 这个Apple公司啊 它的利润有200%的话 200%的利润的话 代工只有2% 20%的利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思考之所在好不好 完全同意啊 你看你看Apple现在推出最小型的笔电 那以后对很多大的那个笔电 就会取很大的替代的 所以将来产业一定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要走在时代的尖端啊 不要跟在市场后头 对 我们最好是创造市场 对 比如说游戏产业 我们文化创意产业 就大有空间啊 我们列为重点在发展 好不好 另外呃 就是说昨天啊 我看到一些报道啊 说是这个购买力的评价 这个指标啊 Putition Power Parity PPP啊 这个IMF啊 国际货币基金会 呃 刘主委也可以上来 你们三位一起哈 说是啊 按照IMF发布的 这个以PPP Putition Power Parity 购买力评价指标 如果来计价的话 在全世界他有统计的193个国家 地区里面啊 中华民国的所谓GDP PP啊 就以国内生产总毛 以PPP来计价的话 我们是名列全世界第19个国家 就是国家的GDP啊 如果按PPP来计算 我们就是第19啊 193个国家里面 非常之的骄傲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来GDP来换照每一个人均所得的话 我们年人均所得是三万四千七百多块钱 赢过日本 日本是三万三千八 远远超过韩国 两万九千七百块美金 所以我就想说 你看到这个东西有什么感想 我看我们还没那么好 这第一个感觉 尤其说比日本好 他这个PPP啊 他是也许叫大麦克指数那种 来做比了哈 他用某个他选定的某些商品 然后来布加新台币的那个汇率哈 应该多少 我觉得这样对话 谦虚是对的 谦虚可以走更远的路 谦虚是对的 特别是这个主委在这个地方哈 其实PPP这个概念提出来啊 不止不止 不只是经济学人员的大麦克指数 是在1920年代就有这个概念了 PPP这个概念 实质购买率 这种 调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inflation 这个所谓 这个费率的这个变动 跟这个costal living 就是生活的这个消费等等啊 这些物价等等啊 来做一个基础等等啊 我只是自己平心而论哈 但我们还没那么好嘛 好 谦虚是对的 但是也不要太谦虚 因为我们都有日本朋友 我有日本朋友 也有香港来的朋友 他们生活又普通的一面 我知道 日本朋友来之后 他们住的面积都很小 对对对对 我曾经请他到我家 你住他的旅馆哈 我曾经 哇小到不行 我曾经请日本朋友到我家去喝个茶 他看到我这个家里啊 三十几平 公司拿到25% 25%之后啊 剩下不到几平 但是他已经觉得说 好像是天堂了 很大 三十九平了 那个全庄是三十九平的房子 日本人已经非常羡慕了 所以啊 他看异教区的房屋有品味道 就回到 回到你 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工厂盒里面 有个聚会啊 我曾经跟你祈祷 我说院长 我说院长 你跟总统啊 不要盲目的追求GDP的 传统的那个GDP的成长 不要说韩国赢我们多少 新加坡是我们几倍 不是的 日本是我们几倍 这个是盲目的 真正百姓在乎的是什么呢 因为PPP啊 这个购买力的评价指标 它是用物价以防的考虑在内 所以事实上的感受 台湾的 虽然是我们GDP传统的 那个用美元计价 我们是远在日本之后 远在韩国之后 但是事实上我们 赚了钱的失职购买力啊 生活的这种享受也好 或是这种充实感也好 不压日本 不压韩国 所以我跟你讲 我也正知道 我曾经跟你在台中 有一次这个聚会里面 我跟你谈到说 我跟你谈到一个概念 我说你要稳定物价 物价要平稳的这个供应 只要百姓 这波我很努力哦 不要百姓实质的购买力 实质的购买力强的话 我们不要在乎说 韩国有我们多少 它物价腾飞 日本物价腾飞 这个比我们贵的不得了 那个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好不好 不要盲目追求GDP的 传统的 就名义上的这个 名义上的GDP 韩家跟你对话 它绝对不会回嘴来 因为我刚才讲的都是对的 你讲 主委 对不起 我就是再补充一句就好 就是说这个刚刚没有错 黄委员讲的是对的 就是说这个购买力评价说 它是1920年代就有的非常著名的国际贸易的理论 可是这个理论有一个实证上的结果到现在就是说 它是一个长期均衡的 所谓长期到底多长没人知道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会订的这个东西 它最主要是汇率 它讲的是长期均衡的汇率 所以我们的汇率跟日元的汇率都不是真的汇率 所以我想不能太依赖这个 这个PPP的这个部分 它不太准确啦 你在看这个所谓啊 所谓GDP的时候 一定要看PPP跟传统那个美元计价的那个传统 因为PPP基本上它并不存在 它只是理念概念中存在而已 以这个PPP来看的这个 所谓购买力评价指标来看的话 它也很大的盲点 因为它那个能源啊 汇率不对 它说rawl material 这个就不能够把它计算在内了 好不好 你看我还是少有研究了 那个好 我们现在请两位回去 两位这个互主心切的这个主委跟部长 好不好 你回去 我觉得不会 我这个很理性问证啦 绝对不会未来院长 院长刚才又接续到 接续到刚才这个治水的问题 前面几个委员都很关心这个东西 因为生命的安全是 它的这个优先次序是最高的 是你把它看施政的内涵 过去中华民国 包括轮政之后 政党轮起之后啊 院长跟总统 或者是地方的首长 滑在自参防洪里面啊 非常非常的 这个比例事件很大 那么少一有不胜的话 这个交相指责等等 媒体的这个批评非常严厉啊 那我觉得这个自参防洪目前 因为我过去也在地方政府服务过 将近五年九个月 我没有吃过猪肉 我看过猪走路 那么我现在觉得说过去 你把十年做一个这个切割面来看的话 过去我们特别预算自参防洪的边内 包括易水患地区的1160万 跟什么水库的啦 跟最近那个所谓莫拉克台风之后的 这个1200亿的这个预算等等 加上年度的经常性的这个次数的预算 加起大概有4000亿 跑到那里去了 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满意啊 一语成灾 我们还是不满意 那么我就看了 我就跟审计部啊 要了这些资料 那么目前真正的问题增结 我自己在地方政府服务的时候 我有个感受了 就是各自为政了 因为比如说 内政部雨水下水道 另外农委会 这个所谓山林保持 水土保持是吧 农田这个排水等等 那至三防洪 这是农委会经管的 加上这个内政部经管 雨水下水道了 那么经济部的水定署 尽管什么呢 河堤海堤河川跟排水 这样子的话 各自为政的政府 加上地方政府 有时候要地方政府配合的 比如说这个水质水贴 水质这个保护区 那么要他要有这个管制措施等等啊 征用啊 这些所谓的工程的用地的时候 它的过程都很辛苦了 还有我们水利署在征收的时候都很辛苦 那么所有的资金利啊 有些是七成八成九成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当然你可以说德国且国 因为这是各自为政嘛 部会本来就分工施政嘛 你可以说别不理他 但是我觉得做行政院长 就西方人讲了 你可以再走多一点 一点度 英文说 go extra mile 你可以多走一点 要打通他的这个 所谓任督二脉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员都 水准都很高 只是说上面啊 没有一个跨部会的人啊 来经常性的 我记得 我看到外国的这个 真是雄才大类的这个首长 话部会的 他会指定一个专人 然后一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 定期不定期啊 跟这个专人 你你清定的专人 你把资三板红 当作是你在院长任内啊 行德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失证的一个绩效 一个试金石 现在假设平均的那个 所谓自行率是七成 你要把它打通到九成九 或者九成八九成五 你指定一个人嘛 你在乎 西方人说你在乎 你的部署就在乎 You care They care 因为你不在乎嘛 所以他们 可能你太忙了 我不是不能说这么武断说 我非常在乎 但是你现在有没有指定一个跨部会的 比如政府委员 或者你的秘书长 然后每 每 每定期 一个月 因为你可以分段 来要求他们执行 要达到多少 有什么问题 你帮他们 法律的问题 你帮他们来解决 或者是该 法律的问题 就法律解决 地方政府不配合的地方 你就用政策工具来要求他 道德的要求 道德的劝说要求他 帮他解决问题 然后最后呢 像西方人最笨的打卡方式 西方人你看 他的这个公共厕所也好 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个 包括麦当劳 这个Kentucky 为什么那么干净呢 他就有一个打卡子在这个地方嘛 你做完工程之后 好不好 你要那个 你的这个秘书长 你指定的那个人 跟地方政府去 要他签 要他 要他一个签条 表示他满意中央政府啊 各部会来执行的这个 就自善黄洪 或者是说 这样一个自善 自主的预算 他满意 他如果没有做好 你指责他 不断的跟他有个会议记录 他就责物旁贷 他没有办法赖 好不好 这个 这个我是说比较具体 因为我看 天然那么多 没有具体 没有具体的东西 不晓得 院长 我现在这是 班门弄斧了 但是我觉得 你也是行政 我是行政出身的 就会归到 环境资源部嘛 未来还很久 未来 但是这段过渡时期 我们要加强统合 就是以流域治理的计划 加强整合的工作 不是整合 你还没有听进去 我说指定一个人 你现在还是一样嘛 七成级还是各自为政嘛 七成级 四全还是面白分工嘛 之所以 必须要有整个流域的 各部一定要串起来 然后一定要管制 然后有什么问题 定期检讨 你指定的人 你政务委员 难道不能找一个 国家人才积极 不能找一个政务委员吗 来处理这个事情吧 因为下一次我们 等到那个大雨来的时候 我们就 哎院长 你看 又是执行力不佳 又是七成 又是八成 可不可以做一个 可不可以给我 比较具体的院长 我们现在在国会殿堂 你是院长 我对那些很尊敬 我是一个国会员 可不可以一个具体的 你将来指定一个人啊 哪怕是将来成为一个 统一在一个这个 这个部 还是需要有这个中央 我们目前没有这个问题 什么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经济部 就是负责治水的 基础的机关嘛 那其他单位还是很配合啊 那我们 不会吧 不论行政院会 不论政务会 都抓得很紧啊 不 比如说 院长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记录啊 你行政院在盯这个治水的记录 给我看好不好 我我我我举个例子来讲 不不不 你可不可以把记录给我看 我连苏俊河川的 没有 有没有记录吗 我都亲自抓了 你 有没有给我 你这是 你这是 有 有空 有突发事件 我把 平常你没有抓嘛 我把最近这几个礼拜的 你给我 送一份给你 给我看看好不好 是 好不好 是 送一份给您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连水库的蓄水我都注意 你你是 你是日理万机嘛 你不可能每一天在抓嘛 你要指定一个人 随时给你报告负责 来盯这些东西嘛 因为就是人民财产有关的 这个就是部长 我 homework God 没过了 对 你 closely 算 пок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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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